大家好,我是三喵 今天猫猫们不太配合 所以写乌梅上岗 它是猫,它是猫,它是猫 跟我念三遍 那个讲到唐朝的历史 那唐朝是怎么灭亡的? 有人说不是皇朝之乱吗? 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里面有一句话 这个唐啊,亡于唐,亡于皇朝 而祸及于桂林 这就讲到了唐义宗时期的一个庞勋之乱 这次庞勋之乱 算是给大唐开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口子 在此之后不久就是皇朝王先知那样的造反 那整个的李唐王朝陷入了崩溃的深渊 这次这个庞勋之乱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就简单的讲讲 当然你听完之后 你会觉得啊,一切又是这么的熟悉 太阳底下无形式 你还记得我之前讲过一期节目吗? 这个唐朝啊,跟南昭之间是有过战争的 那当时唐玄宗那个时候宰相李林甫啊 是宰相杨国忠啊 为了自己的这个工业 不惜去攻打南昭 结果几十万的大军就这么折进去了 当时南昭那边如果有像乌克兰这边的每日战况表 今天唐军这个死了多少人 啊,唐克啊,没有唐克啊 什么买车折损了多少多少量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杨国忠他当年打南昭非常的愚蠢 为什么呢? 本来双方还可以目离友好的 这下彻底把南昭推向了唐朝的死敌 土伯 对吧 那土伯对于唐朝啊 那是真的 唐朝打得过 土伯兵甚至还入侵了长安 那再加上一个南昭 您觉得这唐朝的日子还有办法过了没有 所以在中晚唐的时候啊 这个唐朝这个地方是边境重镇 怎么办呢 那从各地去调集精兵良将 去防御南昭和土伯方向 比如徐州 比如河北啊 这个河北 这个我到河北上啊 其实是因为那个什么 这个魏伯军阵的原因 回头咱们咱做一起这个徐州吧 你想现在都有铁链女呢 那徐州这个战斗力 那自然是不容小觑 是不是 那一些数族就给到那了 问题是当时没有高铁 没有飞机 然后呢 这些兵啊 其实他也不是合同兵啊 对 你不要拿现在的这种 呃 体制去看古代 古代很多就是招募的这种兵 就跟现在俄罗斯这种 动员的这种炮灰差不多 那个当时唐朝政府说的 看上去言而有信 说什么来着 这个徐州这边招募过来的 八百人 注意只有八百人哦 对吧 你八百人什么概念呢 就是那个填满了那个 哪个当地的第十九中学的 那个校舍被海马斯点名 一次连死待伤的 就那么就就那么多人数啊 八百人 那当时在这个桂林广西一带 去防御南兆可能的竣工 那个唐朝在这 有没有特别居士行动啊 那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对不对 约定三年之后 你就回乡吧 你就可以回徐州老家 去找铁链女 你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可是呢 这个唐朝政府食言了 对吧 我之前讲过啊 在独裁者 在专制社会里面 你居上位者犯错 是没有成本地 唐朝政府食言了 那么好三年之后 又三年吧 于是这些人在这待了六年 那您觉得对吧 在这待了六年之后 家乡父老会是什么样 自己的老婆怎么样 自己的孩子什么样 乱乱 是个人的造反啊 好 这些人忍了六年吧 那到了第六年 唐朝政府啊 这个徐州 徐州这边的这个军事官僚决定 再待一年吧 因为借口是没有回乡的盘缠 路费了 那这些人当即就反了 对吧 你这骗我一次 可以骗我第二次 对吧 你这也有点过分了吧 即使是政府 你说这些人为什么 所以你看这些人 他没有这种社会主义的 这种意识加成 如果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加成 一定就是我为礼堂献青春 献完青春献子孙 等等等等 这个样子 我是这个唐朝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对吧 应该会是这个样子 对吧 可惜李唐王朝当时没有这种精神洗脑术 没有有理啊 对不对 那这些动员兵是不是一百块一个 比比狗还贱 那我也不知道 对 总之他们就反了 反了以后呢 朝廷没有当回事 对吧 也觉得这些人情有可原嘛 赦免了他们的这个罪过 但是这反而加深了这个朝廷和这些人之间的不信任 你想想这个谋反可是要诸九族的大罪 你朝廷赦免我们的罪过是不是权宜之计啊 于是这些叛兵 这些叛兵嘛 他们想的也特别简单 打回徐州去 打回老家去 想的是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路上呢 就有若干节度使对他们 对吧 唐朝中央政府命令是对他们不能够这个妄加斩杀的 有些节度使是这么做 但是有些节度使派了重兵去看守他们 那你觉得这些人会干吗 对不对 于是就当然觉得嗯 这是朝廷要把我们干掉的信号 于是跟这些节度使派来的重兵就火并了起来 有时候这八百人跟这重兵怎么去打呢 派去监视的那些人不可能很多 而这八百人都是职业军人 这职业军人啊 跟派去监视的那种武警 这战斗力还是有差距的 对不对 然后把这些监视的人干掉了之后呢 重兵贿赂别的一些节度使 让他们沿路过去 然后就一路打到了四周 打到了徐州 那么打到徐州之后呢 唐朝一看事情到大了 这个庞勋啊 就说祈求你让我做一个节度使吧 唐朝说 你说是节度使就是节度使了 我延灭何在 不行 必须派大军围剿 一开始派发的几路军队 都被庞勋给剿灭了啊 当然那个很多书上会说 庞勋这个人后来羞无大志 什么饮酒作乐 不问军事 才招致了失败 这不是的啊 那么当时唐朝是找了这个沙陀族 借兵那个诸邪赤心吧 李昌明 反正他后来改改了一个姓 改了一个名 对吧 沙陀骑兵 沙陀骑兵当时打这个汉帝的这些军队 差不多可以一个打一百个啊 这个哎 有的时候你你会读中国历史 你会发现 汉帝这些地方招募过来的这些兵士啊 或者什么也好 跟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 或者跟外族打仗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战斗力之悬殊 不成正底 譬如说北宋末年 金国十八名骑兵 就打败了这个北宋的两千多号人 明朝的时候更是啊 这个东营武士五十多人 直接来了个南京环城游 几万的明朝军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吧 这就是一个战斗力的明显的一个代差的一个差距了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就就像那个北约坦克跟俄国坦克差距一样 你看鲍尔坦克就就那么在实战 咱们丢了那么应该是个位数 哎呦 一堆人说鲍尔坦克不行了 那T72丢了多少了 就这种代差差距 沙陀骑兵介入之后 三下五除二的 就把庞勋赶出了徐州 那那个战斗力真不是盖的 然后就把庞勋给剿灭了 那有人说 这个跟皇朝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了 对吧 庞勋是死了 对吧 那参与启示的一开始是八百人 后来等他到了四州四州这些地方 二十万人呢 你们把这二十万人都给杀了吗 这是做不到的 而且啊 这个起兵的很多 还是徐州精锐的这些士族 你把他们杀了多可惜啊 对不对 所以说要留着用 对不对 但是这些人已经看透了这个李唐王朝 你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借沙陀兵来 你如果不规划一些这个 对吧 你跟某国族说的也没关系啊 不要联系啊 你如果不规划一些外族过来的话 你的战斗力就是战武渣 对吧 那这个是发生在唐义宗年纪 接下来唐习宗的时候啊 这个是公元八七零年嘛 后来没过几年 皇朝造反的时候 大量的庞勋的士族们就投入了这个王宪志 皇朝的队伍 你要知道这些流民造反啊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军事经验是很重要的 对吧 那个就是去年的时候啊 这个乌克兰人家那个民兵在苏美挡住了禁坦一师啊 不是禁坦四师啊 对不对 你有战斗经验就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这些人成了这个皇朝王先知 他们作乱的主力 当然这个事情还对唐朝更加严重的打击 是这么几个 这个唐朝定都长安 一开始 关中这个地方 粮草尚能自给自足 在这个地方 那还是能够养活自己 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关中人口 官僚体系越来越多 已经不足以供养了 于是必须靠运河 把江南一带的粮草运过来 这个运河啊 就是唐朝的生命线 就是唐朝的输输输馆 这个唐勋在徐州怀寺一带作乱 大概就是这一带 你想想 相当于把唐朝生生把管 拔了一年多 那你觉得这长安城里面 这些工庆贵重们 过的那是什么日子 唐王朝的这种赋税财政等等 大量大量的减弱 整个过的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凄惨 对吧 南兆和吐蕃也成事进攻 当时的记载说 吐蕃南兆都已经快打到成都 城底下了 都已经打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说说这个 李唐王朝 对吧 皇帝换了一戒一戒 换汤不换药 对吧 人家那个唐玄丰也有理由说的 吐蕃当年打的那个是什么 那个南兆 那个好歹是这个精锐部队 把我们的这个丞相的这个给灭了 你现在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对不对 你唐义丰这样的人 他都能当皇帝 他能当吗 当不了 没这个能力 知道吧 你看就已经输旁勋了 再接下来要输 皇朝 王现兹 再接下来 你要输诸人 接下来 没得输了 对不对 那个如果唐玄宗在天之灵 会说上海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旁勋之乱 就是唐亡于皇朝 而祸及于桂林 是怎么就闹成这个样子 八百世俗起来的叛乱 到最后就这个样子 对吧 你可以首先 政府一而再 再而三的事情 我们说社会最基层 维持这个社会运作的 最基层的东西是什么 有人说是 你可以说各种东西 金钱也好 物质也好 要我说 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是社会之间维持运作 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秦治社会 很不幸的 就是在想方设法 打破这种信任 你去看韩非子的注册 就是要让人跟人之间 彼此不信任 这样君主 才有绝对的权利 他是通过打破信任的方式 来建立自己的育民之术 统治之术 这种方法 可谓是代毒至极 所以彼此没有信任的情况下 君主违约是零成本 而这个庞勋和这个唐朝的一些节度士 彼此之间也没有信任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老百姓对唐朝能有什么信任吗 对吧 不要觉得很多时候是岁月静豪 现实安稳 真的 可能就是一丁点火星 可能就会把民众的不满情绪给闹起来 而这个闹起来的很不幸 如果说这个是在福建 是在广州 这一带 这个我们说庞勋 他去造反的话 可能对唐朝的打击都不会那么大 但是不幸 这次庞勋 人家是要回老家 要回徐州去了 对不对 这一下真的是戳住了唐朝的肺管子 戳了一年多 对吧 那唐朝是真的特别特别难受 相当于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又要大肆的去征收赋税 那我们说皇朝可是个私盐犯子 那当时征收赋税 那盐铁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朝廷收归国有 这是非常混蛋的政策 这不就是 对吧 把民众给逼的造反了吗 所以唐朝这样的灭亡是一个非常典型 你要说他的兴起 关隆军事集团 带有一点点内亚的武德 但是他的灭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秦治帝国 这样的灭亡 那唐朝是不是生于不义 这个不好说 但是他的确死于耻辱 那当然唐朝这样的结局是 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结局 有比他死的更戏剧性的 但是内在逻辑完全一样 对吧 行 关于这个旁熏之乱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再见